你们有些相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 这燕窝里头造假太厉害 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燕窝 尤其是流传什么血验 什么说这燕窝都是红颜色的 如何如何 一问这怎么造出来的呢 割那鸟粪的往上盖 然后再烘烤 说白了割鸟粪赔出来的 这些大店的东西 是练吧 这都是黄色的 高文京情况下事情 为什么来的高文京 不红了 又不红了 你说这有俩钱的朋友 吃点燕窝以为挺滋补的 没想到吃的是鸟粪 你多恶心吗 2011年8月 浙江省工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 号称顶级补品的血验窝中 亚销关炎含量居然超标350倍 不可可领高达百分之百 随后有自称业内人士立即做出回应 什么燕窝都有经过了 浸泡数小时以上 而有的潮污清洗 这样的亚销酸盐就消失了 对此 浙江省工商局 激进了言辞博持 事实上我们也做过试验 含亚销酸盐 1000克以上的血液 我们经过 5个小时 8个小时的浸泡 仍然含有失败豪克左右的亚销酸盐 中国是燕窝消费大国 近2010年一年就从马来西亚进口 燕窝8.689吨 达到了马来西亚当年出口 燕窝总量的95% 最后在博山 宝基 咸阳等地区也相继发现问题燕窝 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 针对燕窝质量的检查行动 2012年初 国家农业部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规定 包括燕窝在内的部分动物性产品 严禁携带与游戏入境 可以说是好多人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挺恶心 没想到燕窝这么高档自补品 花了这么大价钱 给我们带来的几是这些东西 燕窝是什么 金丝燕从北往南 后鸟就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 他用自个的唾液呢 在悬崖峭壁山洞里头啊 给筑个潮 然后在这儿呢繁衍生息 这个筑个潮 就是燕窝 那么白的 这叫关燕 上边两种 有的呢往里掺了一些羽毛啊 是草棍什么的 就咱们一般燕的筑潮都有那种 很多一块了 这叫毛燕 还有一种最贵的叫血燕 说是什么呢 说这个燕子啊 金丝燕 吐血 哎 筑成了这巢 所以是红的血燕 说这个最贵 血燕就是它 吐了燕没有了 吐血 金丝燕叫血燕 团队 不太关注 贾 保密 abge 难 ва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为什么不怎么样 咱们这期题目叫 补品乒给冤那头 为什么呢 你听我在这给大所分析分析这燕窝 你过去 你看咱听平书 经常说某某人 要吃饭 一桌席上来了 一条二楼 这是大牌燕燕 山中走售 云中燕路的牛羊海底线 头头燕窝 鲨鱼翅 行斩甘贝 鹿尾尖 是吧 我尝过 没什么味道 说为什么您觉得它是山珍呢 你看咱们说冰糖备燕窝 为啥要喝冰糖 就是为了把这燕窝弄得全身身好吃 它就像咱们有人做鱼 鱼不有鱼形味 我搁点醋拿的 喝的道理是一样的 北京人爱喝花茶 为什么爱喝花茶 原来北京的水特别苦特别难喝 花茶它有香气 能褶着这味 所以燕窝本身不是什么美味 这是肯定的 但有人说是燕窝它有药物价值 我听说了 能补脑 能安排 有丰富的营养蛋白质 又胺基酸什么的 而且说这燕窝这个 对这个女人好处更大 养年生机美容 说这四样 我明确告诉你 每样都有护甲宣传成本 说燕窝里有营养 我说这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不是咱这就胡说八道 燕窝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蛋白质 我们这蛋白质 胺基酸 这都人生挺必须的 可是它这蛋白质 不是最优质的蛋白质 单纯看营养下去的话 首先来看蛋白质 单纯从仗看似乎没看到 但是我如果考虑到蛋白质的质量 我一点都不适合 因为蛋白质要考虑两个 一个是你吃进去量的多少 量的蛋白质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高质量 燕窝与鸡蛋 从蛋白质的吸收上来比较 鸡蛋的蛋白质 要比燕窝的蛋白质 更利于人体的吸收 所以燕窝的营养 完全能够用鸡蛋来代替 所以你从营养价值来讲 燕窝是一般又一般 就根本没到你想象当中 那么好的程度 我听说燕窝能安胎保胎 预付有不少吃的 目前科学家的探讨发现 有的人吃了 他容易吃出病了 你比方有的燕窝下去 他里头有重金属 重金属一旦超标 你孕妇吃了 不仅不能安胎 反而造成胎而畸形 所以你要通过这方面 科学的分析一下 你就会发现 燕窝根本就不是 咱们传说当中那种 大补啊 高档自补品啊 特有营养啊 又能美容又能什么的 所以买燕窝这事 在我看 不是说这个东西没好处 而是它的功能 被无限的夸大了 人家说你说那不是 怎么不夸大别的呢 怎么不夸大鸡蛋牛奶呢 它夸大燕窝干嘛呢 因为燕窝稀少 物以稀为贵 过去这燕窝呢 在悬崖峭壁里头 山洞里头 那都去采燕窝人 得冒老大风险 你想它费这么大的风险 这个东西能不贵 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由于燕窝原先少 造成这种情况 过去成贡品 可现在少不少呢 不少了 甭说造假这个 就原产地马来西亚那 过去不是在山洞里采吗 现在在房间底下 搭好那窝 主动的让这个 接塞燕窝去钻 然后让它在这快速的 垒那么一个燕窝 把这拿下来 比如它再接着垒 这么着 都简直像养殖生产一样了 不是什么稀缺东西 所以在这时候 它为什么去呢 你看 这个咱这边一说 燕窝出事了 马来西亚新加坡 不少人着急 它们90%以上 燕窝出口给中国 所以你这市场有点问题 它招死急了 这么咱们现在整顿这市场 在打击这个假燕窝 又不让随便的往进带 燕窝这个市场 金的呢 有点意觉不正的 电影杂志大众电影 现在真的沦落到 这么惨的地步了吗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 我让我的这个编导啊 去买两本大众电影 结果他们呢 在各个报摊上 看了一圈没有卖的 最后不得不在网上 买了几本大众电影杂志 这我手里拿着这支 还有我桌面上这个 这都是最近几期的 大众电影杂志 现在呢 它是半月刊 我们翻开以后呢 页数不多 你比方说翻开头一样 这文章叫 现代电影产业格局下的 主流电影建制 你听起来 这不像电影杂志的标题 这纯粹就是一个论文 理论探讨 然后里边呢 也有一些明星 也基本上报道的 都是国产影片 好莱坞大片 非常非常少在这里边 基本上都是国产影片 而且这个百事啊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现在这个娱乐类杂志 百事设计的这么古朴的 那绝对是凤芒麟角 做到这种程度 这个杂志可以说 已经被现在的市场 完全给抛弃 那么谁来拯救它呢 有个导演叫高群叔 说我愿意接手 大众电影杂志 他也希望 能够把这个记忆当中 有美好印象的杂志 挽救回来 这两天这个万达集团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 有个下社 有个万达文化集团 这个万达文化集团 宣布呢 要收购大众电影杂志 结果有记者采访 现在大众电影杂志的社长 这个社长呢 姿态很高 还说 不对不对 不是收购 是